完成改装升级后,辽宁舰是离大连在经历了仅九个月的升级改造工程后,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于24月在数艘托船的协助下,是离大连造船长。 据悉,辽宁号航母或将返回位于青岛的母港,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海军越舰式。 与此同时,同样位于大连的首艘国产航母,目前仍在进行最终的挑试和准备工作,发动机已启动,三魁岛烟外全部升起,辽宁该舰正在进行第五次海事前的扫尸工作。 此外,剧台媒报道,由于第三艘航母已在上海进行模块化组装中,中国第四艘航母很可能会在大连造船厂建造,甚至已经在规划中。 辽宁舰离开大连时的欢送横幅,随着首艘国产航母的海事建成越来越快,以及16号辽宁舰再次回归海军的日期迫近,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发展航母的新闻。 首先,16号辽宁舰在24日离开大连造船厂码头,开赴上次进行海事的海域,进行一些科目的试验工作后,将不再返回大连,而是直奔青岛,回归中国首个航母基地青岛小口子军杠。 预计重返母港后,16号辽宁舰将立刻投入参加4月23日中国海军舰渐70周年国际越电视的排列工作,而这里正是越电视不到60天了,时间很紧。 辽宁舰离开时国产航母也在准备试机就在16号辽宁舰离开码头的时刻,据称首艘国产航母的发动机也已经启动,而且甲板上也在做各种出海海事的准备工作。 由此推断,辽宁海市局发布的辽航警0030号所称,自2月24日8时起,至3月5日18时,在黄海4点,连线海域执行军事任务,时间长达10天。 从16号辽宁舰与首艘国产航母的新一轮海市都不可能用这么长的时间,所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,16号辽宁舰在十网青岛前,很可能在这一海域进行部分试验课目后直接驶离,而随后,首艘国产航母紧接着进入进行第五次海市。 大连造船厂,将再次建造新的航母,关于首艘国产航母的第五次海市,应该不能算是其最后一次海市,因为虽然其飞行甲板已经开始涂上防滑涂层,并已经换好标志线, 但是至今没有在舰首与舰岛上涂上型号,所以应该还没到交付海军,并参加4月23日,中国海军舰军70周年国际日舰式的程度。 就此来判断,这次海军的隆重仪式,很可能是16号辽宁舰的渡舵系,而不会出现中国双航母现身的猜测。 但也有可能,中国海军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正式宣布搜搜国产航母命名并服役。 第三和第四艘航母,均处于建造阶段最后硕硕,在上海建造中的003航母,与即将在大连海舰的004航母。 此前关于003航母在上海建造已经XR一个月的报道,文章都被各路平台封杀了,所以这里不直接说,只能提到该航母,已经入模块化组砖阶段,不过因为使用了室内船台,所以很难对外界所知,但一公开,就是今天大新闻。 而大连造船厂,在送走了16号遥民舰后,生艘国产航母已不用再进屋,所以空出来的船台,应该就会进行第三艘国产航母004舰的建造,从而形成002航母南北同时建造的局面。 国际越界市场,将不会有双航母编队分析认为,从大连造船厂所展示出的,热烈欢送辽民舰踏上新丁城的横幅,可以得出结论。 那就是在这次试验后,16号遥民舰将不再返回大连码头,而是直接驶往青岛的航母母港,并立正在有限的时间内,完成舰载机的恢复战斗力训练。 同时,首艘国产航母也基本确定不会参加于4月23日举行的国际越舰式了,这可能意味着,中国不希望过分招揚自己的航母战斗力。 但不管如何,从16号遥民舰重罚海军服役开始,到大概首艘国产航母于4月3日服役,再到003与004舰传来好消息,显示,中国海军的航母战斗力,正加速到来。 军平成光文转于2019年2月26日。 军平成光文转于2019年2月26日。